大家好 今天來談一談南宵的音色美學 上回有談到北宵 那這一回來談南宵 那南宵基本上是我們在台灣來講 就是南館 南館的宵 十暮九節的南館宵 那我一開始吹南館的時候 我就吹這種 自己就做這種比較小的南館宵 我想說我可以比較省力 然後比較輕吹 然後結果呢 我在管閣那邊遇到的那個老前輩 就是像北部的在寅仙 就是張再興老師 他就跟我講 年輕人不要吹這個小館鏡的笑 那時候我 我還不知道什麼意義是 為什麼不能吹南館鏡 就是小館鏡 那後來我自己就體會了 因為小館鏡會養成壞習慣 你根本不會操控 第二個 你根本吹不出那個南館的美學 南館的美學就是要厚實 風吹就是要温厚濃 大家在講說濃 濃消消消給賣也濃 要有濃度 所以我現在就要談這個南消的這個低音的濃度 那也就是我走過了幾十年來 我從初期的追求共鳴到第二步追求濃度 再進一步追求共振整個整體共鳴 共鳴共振還有激波這些細節的東西 我們分布來講 那現在這樣講這個小館鏡 這個小館鏡其實現在 也有人仿自我十多年前 我的南消也做得比較小館鏡 就是是不是小館鏡你不能看外面 這個外面小館鏡但是裡面沒有補土 很多就是說 因為我在追求那個共鳴的時段 這個大概十五年前到十二年前這之間 我會做補土 就是我們把那個共鳴曲線做出來 那共鳴曲線的話通常就是地檢的曲線 那以前的早期的蕭是沒有補土的 傳統的蕭是不會補土的 那就直接就是這個素材 原意的素材 那所以你要小館鏡 那當然就是說你看起來外面就是比較小 那音色就比較像笛子的聲音 這我也做了共鳴 這個可能十七八年前的 這個共鳴其實是兩度而已 它沒有很飽滿 它就是淺淺的共鳴 那還有就是它的管鏡小 就很像北蕭 那它現在這個是 看起來好像很小 但事實上它這個管壁寶 也大概十八九 那所以說 這樣子的蕭呢 在以前來講是覺得省力輕吹 如果說我們在吹的時候 確實是比較輕吹 但是呢你在進一步思考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盲點 怎麼講呢 因為你沒有沒有操控你的嘴唇的封門 所以你覺得說比較粗的會 會費比較多的力氣 其實這是一個盲點 就是一個誤判 就以為說你的蕭 如果越管鏡越粗 那你氣要吹到滿 好像沒有那個力氣 其實是錯的 因為我們只是在這裡氣明震動 你很粗的管鏡 很粗的管鏡 這個像現在這個是現在做的 你也一樣可以吹得很省力 但是在我們開口的決定 所以說以前我也是這個迷思 以為說小管鏡比較好吹 但是你只要練好了你的封門 其實沒有什麼差 重點是在性能好不好 音色有沒有把那個重疊度做好 那我們回歸到這個主題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講這個濃度的問題 你特別吹到低音的時候 那個厚實度 這是梅花擦裡面的那個第四節 那注意聽看看 現在這個是我新做的 這個是全部比較粗的管鏡 而且是無土而加濃的 那聽看看這個 一樣是做共鳴 但是一樣是難管 你會聽到那個低音是比較擴 擴張的 就是頻寬是比較寬的 那高音是沒差的 所以在這個性能來講呢 音色管鏡其實就是會影響到我們的南銷的那個美學 你有沒有達到南銷的美學 那再回來再講到我們在國外用的銷 我們發展了 我們發展八孔 然後呢 這是初期加濃 就是 我思考到說 我們的南銷的美學 我們需要把那個濃郁度加強 所以呢 我不做那個共鳴以外 又把雞波的響應加大一點 那這個部分呢 這是初期的加濃 然後再進一步呢 就是進一步的加濃 這個就是 在音色上那個激波的那個共鳴 最基礎的那個主頻率 主頻率呢 你要讓它擴張呢 比較不容易 你要讓共鳴做得好 當然對傳統來講很困難 但是呢 事實上它的難度 跟相較說你要考慮到整個激波來講 那難度就越高了 為什麼 因為你要激波好 又要能共鳴 這個難度差一點點就差很多了 就在曲線上來講 它的精密度 尤其你要做到沒有補土 保留這個整個材料的共鳴聲 這是最完美的這個做法 就是沒有補土 沒有補土 而且寬宏曲線 這是激波很強的 的那個主聲道 然後呢 又把和聲都加得很好 那這個難度非常高 非常高 所以說 我們在努力 實現這個難消的美學的時候 發現 這個樂器的發展 還有吹奏的 吹奏的美感 好 那我現在 在繼續的 就是我用竹炭的 一樣都沒有補土 但是這個竹炭是我們可以一致化 因為竹子的規格太多了 竹子難 尤其我們台灣的貴族 其實是每一把都是獨特的 我們獨特的去研發出它的最佳曲線 但呢 每一把的音色都獨特 但是我們在樂團用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 比如說你要很多把的時候 我們要讓它一致性 好像長底一樣 那我們這個材料是一個很好的材料 就是你可以把那個曲線做到完美 透過手工去把它重疊到很精密 那這時候呢 它的音色就很統一 它的延展度都很統一 可以比較一下 我最後起的主管 它的張力它的擴張 還有它的靈敏度 我們細膩度它都可以提高 而且尤其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展現那個氣息的變化 它的變化可以容納的範圍很大 這個在催口上我也做了一些研究 那當然我們在講這個南梟跟北梟呢 比如說北梟 之前有講到這個北梟是 像這個是長尾的北梟 一樣我們現在講這個竹子 相對來講就是說 北梟是屬於比較輕盈的 比較要飄逸的 那南梟呢 就是在低音部呢 就要有那個厚實感 那有那個濃度的 那高音來講差異不大 但是呢在低音來講差異很大 那為了要拓展這個南梟的美學 我們必須要吹法也要做一些改變 當然大家都 這之前提到了很多的習慣是 因為我們的口風塑形 所以嘴巴是緊的 我以前也是吹笛子 所以我以前也是緊的 所以但是呢我 吹了南管了以後 我就覺得說我們的一些緊繃需要釋放 一開始我是覺得南管的曲子那麼長 我去拿一把比較輕吹的 好像投機奇巧這樣子 但是呢事實上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你沒辦法展現那個南梟的那種美感 傳統的美 所以那個濃度呢 我們必須要透過你本身的那個管徑的加大 來得到 那管徑的加大不是你看外面 你要看裡面 你用那個棉布通看看 或是你把它用光線照看看 或是說你用那個小小的鉛筆 你把它通看看 裡面可能就是卡住了 我現在這個的話粗 我最小的部分也到差不多18 18到最底 所以說你這前面那個二十幾呢 你才能達到那個濃度 就想想我們喇叭 你音響喇叭 你用手機也有喇叭 你用手機的喇叭聽的那個低音就不出來 你用音響的那個喇叭 它有八倍印幾 八印幾 十印幾 十二印幾 十五印幾 你看那個直徑越大 那個重低音就能出來 一樣的道理 這個物理的現象一樣 你那個管徑很吸引了 不可能重低音 所以說我們在做這個銷的時候 要努力在於實踐傳統的美學 而不是說你發展是脫離了我們的傳統 我們是從傳統的基礎中再延展下去 讓傳統都聚在情形 然後擴展它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在吹的時候很重要 當我們回來到我們的吹口 吹法 就是說習慣的那種井口風吹法 我做的現在的發展就是你可以吹 那這樣你吹了 你那個濃度就沒有展現我的百分之百 因為我做加濃了 你仍然可以吹 但是我的做的角度 共鳴角度 共鳴範圍都比較廣 它可以接納沒錯 但是你勢必受限 當你打開了以後 你就不一樣了 音色就不一樣 整個厚度 特別在南蕭來講 之前我講北蕭 你可以舌根下放 這個舌根下放還起不了多大作用 因為那個影響很小 南蕭的厚實度 那個低層的那個激坡啊 激坡其實是半坡長在管徑中 半坡長在外面 所以它的坡長是很很長的 很長的話 你那個速度要慢的 它才能展現那個 我們的激坡 我們的主聲道的那個長坡長 長坡長一定要緩氣流 所以你如何留住緩氣流 留住緩氣流 就留住了底雲 你如果一死粒就爆 死粒就爆 那代表說你的緩氣流沒有留住 所以我們盡量讓它 擴張了以後 把速度吸收 跑外面的是緩氣流 直接出來的是急氣流 所以我們要吹共鳴口風 就是緩急兼聚口風 就是慢速的 中速的 快速的 很多流速都充足在 那我們把蕭聲吹成全品 這個全品是有圖像可以看的 我看一下 時間可能會耗費太多 我們下午我們再看這個全品 怎麼全品 因為以前應該也看過 就是說當我們吹起來 整個範音列都出來的時候 你這把蕭吹獨咒 就有全品的音域 聲托的那個高低音的範圍 就很廣 就是廣域的全品的小聲 那你要細的話 就是這個集中而已 就是這個靠合 這個要維持鬆 你不要遇到高音 你就緊起來的話 高音緊起來你到低音就忘了鬆了 要一路鬆 這個動作要養成了以後 你的聲音的濃度 你只要有這個加濃的蕭 你吹起來就很濃 就是那個厚實度 展現那個南蕭的美學 我們要倡導 南蕭就是濃度夠 聽起來就是有魂厚感 然後呢 它有吸引的魅力 那個魅力 蕭的魅力就是在低音 我們再回來再看呢 早期的我的蕭 有沒有發現 你如果沒有比較的話 你覺得這個也不錯 你透過音響擴音來聽 或是錄音起來聽 也是很漂亮 因為它也一樣有多重聖波 但是你在舞台或是在現場 那音量跟張力的那個變化範圍中 差異很大的 我們要有那個擴張力 讓你可以隨心所欲 你要施展出來的時候 它是可以透過你的氣息 就展現成蕭聲 而不是說 你一吹下去就爆 吹下去就爆 那這樣的話 這個蕭就沒有力氣 沒有受力的那個範圍 南蕭之美 跟大家談到這裡 好 下回見